哈囉 主播 各位觀眾 持續帶來掌握 馬蛙颱風的最新狀況 記得現在所在位置呢 就在宜蘭南方澳的知名廟宇 南天宮這邊 你會可以發現呢 其實今天的遊客呢 是比平常過去少了許多 因為其實南天宮這個廟呢 是非常的知名 因此呢 在平日氣候穩定的時候呢 都有不少的遊客會前來這邊參拜 但今天呢 現在呢 卻因為氣候不佳的因素呢 導致遊客人數淚減 也讓附近的店家生意受到影響 叫苦連天 因為颱風天 所以那個 因為要走雪碎啊 客人就會變比較少 因為氣象一直報導 還讓這樣打 然後就會 客人會變比較少 是正常的 那這邊生意大概少了幾成 差不多少了五成左右吧 好 沒聽到呢 南天宮附近的店家表示 其實因為這個馬蛙颱風的影響 導致氣候非常的差 因此呢 連帶的遊客也不來了 聲音銳減呢 大概有五成左右 因此呢 也希望呢 馬蛙颱風能早日的遠離台灣 讓設有個店裡的生意呢 早日恢復正常 也要先講最近情形 我們將今天鏡頭 交換給棚內主播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淮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